看蔡明亮的電影 可能跟看別的電影有一點不同 日子是從李康生生一個病開始 我就拍他 有點想記錄他生病的樣子 後來我去泰國旅行 遇到了雅農 我非常喜歡他的樣子 我就跑到泰國去拍他的外勞的生活 在幾年前我的電影《郊遊》 是在美術館做展演的 後來我拍《你的臉》 我又把戲院變成美術館 這一次我把美術館跟戲院綁在一起 有一批畫是我在疫情期間畫的 雅農跟李康生 因為他們剛好都不在我身邊 很想念他們 我就畫了一批畫 整個美術館還有我其他的畫作 我很大的興趣就是看觀眾 看完電影 怎麼來看我的展覽 他們互為因果 都是我的創作 那我的創作是來自我的生活 大家來看我的展覽 他既是現場的 他又是一部電影 所以他有升級一個新的觀影經驗 有點像《跑馬拉松》 跟我的作品很像 不急慢慢地去感受 所以電影叫《日子》 美術館的展覽叫《蔡明良的日子》 你看完電影你就可以來看展覽 或者你先看完展覽 再來看電影 《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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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